今天郭董的这一些联署 前面三天都是7000人的话 你后面就是说比较稳定 如果一天不到5000人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联署大概会出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张有发 郭董 联署在开张了 他开张的第一天 我下午稍微过去看了一下 可以说人潮不减 但是气势造不起来 就是我觉得郭董的联署站 是台北的旗舰店 他开张我到那边看 虽然下午4点多钟 还有20多个人 20多个人 我们可以说开张第一天最重要 为什么我要讲开张第一天最重要 就我过去联署的经验显示 第一天张数最多 就是联署的张数最多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郭董要过那个门槛 除了他的员工值 那我不讲以外 就是38.7万的可以帮他联署的 我不讲以外 这个是郭董可以掌控的 我要看台湾民间或者是选民 对于他的看法 就是说我就突然发现到 帮郭董联署的就我下午将近4点多钟 去他旗舰店外面看 我就突然发现 帮他联署的几乎都是50多岁 第一个50多岁 第二个年轻人比较少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看得出来 他是有人容 就是排队的人容 但是你仔细去看 这个中间的间隔并不密切 换句话说 郭董要测试自己的实力 就要看第一天的报表 如果他第一天能够超过 7000人以上就是全台湾 因为我只是看台北的旗舰店 其他地方呢 我没去 如果他一天可以 联署到7000人的话 各位就想想看 他是一定达标的 但是现在平均数 一天大概要6800人 所以我为什么讲7000人达标 因为你多了200 那显然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他台北旗舰店 非常关键的一天 我们只要看前面三天 能不能每一天都到7000人以上 如果7000人以上 那我相信郭董的联署分数 一定会冲得很高 但是就我观察 就我观察 大概他要到6800人 稍微有点问题 所以郭董他昨天 他也自己讲的 他说人潮 联署的人 超乎他的预期 也超乎他的想象的热烈 但是能够实质过关的 因为联署是非常繁琐 也涉及到了 他个人 个人隐私的问题 那最重要 现在诈骗电话那么多 你又要留住址 你又要留姓名 你又要留联络的方式 这个会引起大家的娱力 所以我昨天 普遍的看了一下 尤其是下午4点多钟 4点多钟 大概是最清闲的时候 其实按照过去的联署 都是中午最多 因为中午大家出去吃饭 必然会经过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刚刚跑在台北市的东区 但是我就必须要讲 今天郭董的这一些联署 我给他五个指标 大家一听就懂 第一个联署7000人 前面三天都是7000人的话 你后面就是说比较稳定 如果一天不到5000人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联署 大概会出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指标 那第二个指标 就要看郭董怎么造势 那郭董现在他只是 推出在通讯软体 一点通 他做了懒人包 但是多少人会去看 不知道 然而我们就必须要理解到 真正联署最多的区域 应该是他造势 好比说他今天晚上 他要到什么地方造势 什么夜市造势 还没到之前 先把桌椅 还有相关的设备 先把它弄好 一旦弄好了以后 郭董进来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会会到他的摊子联署 这个是第二个指标 那第三个指标 就是全台湾的汇总 我刚刚讲过 全台湾的汇总 一天至少平均一天 至少6800 但是连署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讲 前面是有他的热度 过了三个礼拜以后 他的热度就会递几 就是他比较重要 看到他三个礼拜 能不能到达1分之1 或者2分之2 我们可以用这个 作为一个指标 1分之1是低标 就是平均标 如果到2分之2的话 是高标 那郭董就可以依据这个 他来推算 他各个地区的 联署票数到底有多少 这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是在联署过程当中 就是说郭董应该可以观察到 他全台湾 有没有人帮他自动联署 或者 或者帮郭董主动造势 这些人多不多 就跟当年2000年 宋楚瑜出来选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帮他造势 你尤其是台湾地方派系 帮他造势的不少 就是说让他在45天以内 能够拿到114万份联署 经剔除以后变成94万份多 94万多 这个就是说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 主动帮郭董造势联署 那第五个就比较重要 就郭董承诺 几乎每隔两三天 他会公布联署数字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联署数字 各个地区的联署数字 来推算他这个地方的选票 或者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支持度 究竟他有多少 这些就是通通加强 通通加起来这个五个指标 都能够超 就是高标的话 那郭董的联署 极有可能会破50万 往100万迈进 然而如果说他前面三个礼拜 只是到二分之一的军标的话 他要超过50万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昨天看郭董一天的行程 他先到板桥 板桥再到台北 然后晚上到夜市 我们从郭董这个行程上面的安排 可以看得出 他已经放弃了大行造势 而走小而轻小而减的路数 那其次我们再来看 现在你很多人说愿意免费 帮郭董树立看板 然后事后又去申请多少钱 一个你先前讲既然那是免费的话 那你事后去报账 一个广告看板 一个月至少新台币12万 折合人民币大概2万5千多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 当年宋先生在联署的时候 他广告看板已经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看郭董 截至目前为止 他只有一个广告看板 就在我家附近 几乎呢 我天天都能够看到他 所以我们讲 现在郭董的联署 他一定会以他联署的分数 去跟国民党或者民众党谈判 如果他联署不如意欺的话 我想他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 所以显然现在民调 以位居第四的郭董 能不能有再次翻身的机会 就要看他联署的分量而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